你还在制作这样的PPT封面吗?一分钟教你做出改变 首先,在空白页面中插入一个6x6的表格 调整表格的大小,铺满整个页面的右半部分 选中表格,在表格设计中去掉标题行和相边行的对沟 接下来在页面中鼠标右键,分别插入水平参考线和垂直参考线 并拖动参考线,将其分别对齐表格的上下左右 接着在页面中插入一张图片,然后依据参考线的范围调整图片到合适的位置并进行裁切 剪切才切好的图片,选中表格,在格式选项中选择图片或纹理填充,来自剪贴板 并勾选将图片平铺为纹理 选中表格,然后随意将一些单元格设置为无填充 另外再随机选中一些单元格,提高透明度,制作出深浅不一的填充效果 最后将准备好的文案重新进行排版布局,放置在页面中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一页PPT的升级改造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呢?你学会了吗?